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乔社新闻 我是黄静怡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关心 泰国台湾会馆欢庆70周年 举行了一场热闹的 恳亲联欢大会 并在驻泰代表谢武乔的尖交之下 为第44届的新任主席张环平 和各礼监事办理交接典礼 另外台湾会馆所属的 春凤慈善基金会 也颁发奖学金给优秀的台商子弟 希望能够以实际行动 关怀台湾相亲 为了鼓励优秀的台商子弟 泰国台湾会馆所属的 春凤慈善基金会 举行奖学金颁发典礼 驻泰代表谢武乔特别出席颁奖 他不只勉励获奖的同学 也对泰国台湾会馆回馈社会 照顾相亲的精神表示肯定 在台湾会馆底下一共有 春凤慈善基金会 和中泰建基慈善基金会 是由台湾会馆雇主席张长春 捐赠五千万泰铢 以及台商庄建基 捐赠六千万泰铢所成立 在泰国台湾会馆 成立七十周年之际 来自各地的台商联谊会成员 和世界华商经贸联合会 总会长林锤佐 以及台湾乡亲们共聚一堂 盛大举行肯清联欢大会 全体合唱生日快乐歌 并切下蛋糕为连关大会揭开序幕 接着在筑太代表谢武乔的尖交下 第四十三届主席苏林妙分 将应信交给第四十四届主席张文平 张文平正式走马上任 本人很荣幸能够接到这个任务 那今年又是新逢 台湾会馆 在泰国的台湾会馆建馆七十周年 将有一连串的庆祝活动 我们会馆本着照顾乡亲的精神 服务乡亲 今年的活动最大的就是一个乡亲运动大会 一个千人的运动大会 还有保龄球比赛 还有嘉年华会 差不多每个月都有很活跃的活动 为了感谢大家的辛劳 谢任主席苏林妙分 还特别赠送纪念品给每一位谢任干部 而各社团也带来精彩的表演 为联欢大会增添热闹的气氛 台湾乡亲在海外打拼事业之举 也不忘时刻相聚 以具体行动互相关怀 也凝聚向心力 台湾宏观电视鲁峰 泰国曼谷采访报道